中间如果有遇到任何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留言 或你要直接出声音也可以 我们不会说真的把所有的高三课程都讲完 这样也太赶了 然后范围也太广 所以只会就是讲前面几张而已 那么就是重点是在于 你有没有认真上课 那只要你有展现出你的努力 就可以过 那么我们一开始要介绍的是高三的第一章节 热血 热血就是关于温度啊 还有热量 然后甚至后面会有PV等于MRT 是这个跟压力体积 然后气体分子 因为气体它会受热膨胀 或是压缩以后它会变热之类的 那我们最后是要把动力血跟凉热血结合 变成热力血 那首先我们先复习一下 什么是温度 各位可以在留言区留言一下 你觉得什么是温度 最后有要考试 最后是我会出的比较简单 关于会是用我们的笔记就可以 你就会写的题目 用汉林林端学院来考 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饮料 各位可能在家里一边看直播一边喝饮料吧 然后吃早餐 那我们就举例一个饮料和一个面包 那这两个东西呢 可能你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或是你是去7-11买的 然后它可能三明治和那个饮料都放在同样一个冰箱里面 放很久 那这冰箱是5度C 那这里要问各位同学的问题是 如果我用温度计去量这个 温度计去量这个饮料 和去量这个面包 哪一个温度比较高 你可以回答在讯息来 基本上你有回答的话 老师就会觉得你比较有参与啦 嗯 对啊 就是其实应该是一样 就是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把温度 这两个东西已经放在冰箱里面一段时间了 就是可能它已经从昨天放到现在了 那你用温度计去量 用温度计插下去 你应该量到的都是冰箱里面的温度 但是你用手去摸 可能就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 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温度 它顾名思义就是 忍热 忍冷热的程度 但是实际上那个忍冷热 并不是你真的去摸的人 忍热 因为 以这个例子你就知道说 其实你去摸这个 这个饮料会比较冰 那你摸这个面包比较热 可是其实他们在冰箱里面放很久 他们其实温度会是一样的 那所以这其实是要区分 所谓的热传导 和 热 或温度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么 重点在于 当两个 物体 温度一样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不会再有 热 流来流去 这时候就会变成了 温度相等 當兩種物體溫度相等的時候呢 不再會有熱量的進出 那這種情況就是屬於一種一樣熱 其實一樣熱並不是說熱量一樣 而是沒有熱量進出 那這種情況是我們會稱它為溫度相等 那這種情況呢我們又會稱為熱平衡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什麼情況下叫做熱平衡 就是溫度相等的時候 有沒有人畫面是很糊的啊 如果你畫面很糊的話 稍微說一下 老師是有另外準備 已經有在錄影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畫面很糊 沒有辦法獲得高畫質 那你請你可能之後就看錄影 好那麼再來就是我們怎麼去測這個溫度呢 如何測溫度 如何測溫度 那測溫度就有溫度計嘛 你就可以用溫度計去測 但是溫度計它為什麼可以測溫度啊 各位能不能舉個例子就是 或者你跟老師說為什麼溫度 為什麼溫度計可以測溫度 它有不同的溫度計嘛 不同的溫度計它有一些是什麼原理 有一些用什麼什麼原理 你可以簡單的用一個詞語介紹就好 對 對 熱脹冷縮是一種 那像是鵝溫腔 鵝溫腔它不是熱脹冷縮吧 對不對 它不是說那個鵝溫腔去量說 你的頭有沒有因為很熱而膨脹 還是說你發燒然後那個頭就會熱脹 然後鵝溫腔就知道你的頭有膨脹 應該那個鵝溫腔不是測熱脹冷縮 對不對 那鵝溫腔是測什麼 對 就是測紅外線嘛 那有沒有更厲害的同學知道說 除了紅外線測紅外線以外 還有熱脹冷縮以外 有沒有別種的溫度計 我先把熱脹冷縮和這個 紅外線熱輻射寫下來 有沒有人知道還有沒有別種 人體溫度計是甚麼意思啊 你是說去摸看看冷或熱嗎 可是你摸的話你就會像這個一樣啊 摸到飲料覺得是冷 摸到麵包覺得是不冷 但其實他們溫度可能是一樣 那我直接跟各位分享 有一些 有一些金屬 它可以接在一起 然後接在一起 它如果有溫差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有電壓的差異 那個叫做熱電喔 如果你們是大學了 或是說以後要上大學 然後你是跟材料相關的科系 會需要去量溫度 量精細的溫度的話 你可能就會運用到熱電喔 它其實就是兩根金屬線 兩根金屬線 兩根金屬線 然後如果這兩根金屬線 溫度是一樣 它其實會有一個電壓的差異 溫度越高 那個電壓差異越大 不管怎麼說 這些就叫做所謂的測溫性 這些都叫做測溫性 我剛剛看好像有同學要新加入 那這節課 這門重修班的要求 就是抄筆記 抄筆記可以讓老師在這種 線上教學的模式 知道說同學有沒有認真在上課 所以 如果你筆記有抄的整齊 然後老師寫的你都有寫下來 那 就很大的機率 可以拿到這個學生 那還有最後 剛剛有同學提醒我 最後是有考試的 這是用漢林雲端學院 但是我不會出很難 就是會從我們這些講過的東西 很基礎的去出題 那你考的不好的話 老師還是會參著你上課的筆記 有沒有認真 然後來決定 是不是可以獲得這個學分 所以 同學要拿一張白紙 把老師上課的筆記 寫下來 那麼 剛剛提到說這些 就屬於測溫性質 那你測溫性質 你可以 把它做成測溫劑 我應該這樣寫就好 還有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調整全螢幕 或是不知道怎麼獲得比較高的畫質 那請你去Google Classroom第一篇的公告 那邊有教學 教你怎麼可以看到比較高的畫質 然後 如果你有上線的話 一定要在訊息欄跟老師打招呼 這樣我就知道 沒有來 測溫劑 那如果測溫劑呢 給他加上了刻度 那就會得到溫度計 那這個刻度就有分 就看你要怎麼去定定義它 那就有習慣上就有攝氏啊 測溫劑 那現在只剩下美國 還有一點點的中南美洲國家 在用杜維福華式 那還有克爾文 這個在學術上 這個在學術上比較常用 這邊我們就是跟各位 複習一下什麼是溫度 那接下來我們要複習的是什麼是壓力 各位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這個會不會很難 有人問要怎麼看到畫面就是 你釘選這個有黑板的這個畫面 而且建議你用聚光燈的版面配置 然後還有建議用電腦 建議用電腦 然後呢 要調整你的收訊 接收的解析度調到 720 好如果你有在訊息 訊息欄有留言 在這節課有留言 就是代表你有來 壓力什麼是壓力 壓力是一座山嗎 很大的山嗎 因為有常常聽到一句話說 那個壓力山很大 是不是 那其實不是啦 壓力它其實是 壓力它其實是 各位應該都知道壓力是什麼吧 可以回答一下嗎 可以回答一下嗎 就是讓老師知道 各有 參與 你回答錯也沒關係啦 就是 我們當作聊天 壓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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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位留言的過程中 在各位留言的過程中 我在重複一次怎麼樣獲得高畫質的畫面 你可以留言 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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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享螢幕畫面的時候 可以留言 靖子 壓力 裡面根本身 在我 考慮一下 你刚刚没有听到的同学不知道怎么样去变成高画质 你可以看这边 我们这里 线上教室有一个教学 那你可以来自己看怎么样变成高画质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里有三个点点 你先用网页版 先用网页版 然后把老师的这个其中一个有画面的账号 钉选在画面上 钉选就是用这个钉子 用这个钉子钉下去 然后按这三个点点 按这三个点点点下去以后 设定 罗绍成怎么离开会议 他不是 就是要问吗 罗绍成应该还在吧 我看看到他还在 那 那从设定这边按 然后视讯这里 最大接收解析度 你们原本会是自动 你要把它钉成高画质 把它钉成高画质以后 再 就是可以比较容易获得高画质 然后你把老师的这个有黑板的画面 钉选开全萤幕 这样你就会容易获得高画质 就这样 回到刚刚说的压力到底是什么 其实压力它是 它跟力不一样 它其实是单位面积 单位面积受的力 它跟面积有关 它写压力的英文 它就会是力 去除上area area就是面积 那它的单位 就是用力的单位去除上面积的单位 那力的单位就是牛顿 newton 然后面积的单位就是平方公尺 那这个以前有一个笑话就是说 一个牛顿 牛顿它长大概是长这样吧 然后它站在一平方公尺上 然后它就变身了 就变身成帕斯卡 因为这个单位的名称就是帕斯卡 这整个这样子 叫做帕斯卡 简称帕 那在气象报告啊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 热带低气压的中心 900多百帕 那个帕就是气压 那个压力的单位 那为什么要有压力呢 这里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手啊 手指 那两个手指去压住这一支笔啊 那请问老师的手 是左手比较痛还是右手比较痛 我的左手还是右手 你可以回答跟老师互动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笔不动啊 那老师的左手会比较痛 还是右手会比较痛 是我的左手啊 或是我的右手 有点痛 暂停一下 对啊 就是笔尖那端嘛 那 可是啊 再问第二个问题是 这一个 这一支 或是说我的两支手 哪一边出的力比较大 那提示呢 是这支笔 它其实禁止在这个原地 它并没有移动 所以请问我哪一支手 出的力是比较大的 左边 我的左手还是右手 不是压力哦 我现在是足合力 大家不要老等太久 我的左手 有点痛 还有没有同学要回答 对啊 应该是一样嘛 各位都很优秀 我都知道说其实 合力为0 合力为0就是禁止 或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它其实是一样没错 那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知道说 压力和力其实不太一样 一个 一个是 一个是一样大 然后它原地禁止 可是另外一个 如果你从压力来看的话 有一支手会比较痛 所以其实啊 我们以前 常常会觉得说是 那个力量大不大 会决定痛不痛 比如说你 去打人 或是被打的时候 那个力量会决定你痛不痛 但其实真正的不是 真正的不是说 那个力量会造成痛不痛 真正的是那个 面积 其实是压力 你如果是 轻轻地戳人 也会痛 你用拳头去打 有时候打到 屁股 还是打到肚子 那个 有游泳圈 就可以 缓冲 那你就不痛 可是你用戳的 就会痛 所以 其实这个 就可以发现压力和力是不一样 那从单位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单位呢 我们可以上下 给它同乘以一个公尺 上下同乘以一个公尺 那就会变成是 牛顿乘以公尺 再去除上 这里如果 乘上公尺的话 就变成立方公尺 乘以一个公尺 上下同乘以一个公尺 那上下同乘的话 压力还是压力 因为上下同乘一样的东西 可是上面这里 就会是牛顿乘公尺 牛顿乘公尺 其实呢 它的单位呢 是做工的单位 做工是历程上位移 牛顿乘公尺 其实这整个是胶耳 是胶耳 那所以变成说 上面分子 它其实是能量 焦耳是能量的单位 那下面呢 立方公尺 其实是体积 它其实是体积的单位 那所以这个体积分支能量呢 就是一个体积里面有多少的能量 它其实有点像密度 密度是一个体积里面有多少的质量 那这里是一个体积里面有多少的能量 那所以我们会称它为能量密度 有一个很酷的名称 能量密度 那实际上压力 因为我们这样推理过来 其实只是上下同层也m 上下同层也公尺 结果竟然压力 它其实就是能量密度 压力的单位 压力的意义 你也可以说它是能量密度 那能量密度越高呢 就是越容易破坏 像这个笔尖 这个笔尖压力大 它能量密度高 那这里的话能量密度低 能量密度高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化学键 分子和分子之间的连结 你要把它打断就要给它能量 那所以能量密度越高呢 这个分子之间的连结呢 越容易被打开 所以这支笔啊 你如果戳得很用力 它就会戳进我的手里面 那我的手的表皮啊 那个分子的间结啊 就会被打开了 那所以能量密度越大 其实才会痛 才会破坏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要区分压力和力 因为实际上造成破坏的是压力 造成这些痛不痛的是压力 那力为什么要有力呢 这就要回忆以前的牛顿运动定律 那那个不是我们高三这边要讲 好 那接下来呢 要介绍就是怎么算压力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等这个黑板干掉一下 我们等这个黑板干掉一下 我们先讲水压 有一个水桶里面有水 这个水压在底下底面积A 面积底面积A 它的压力 就是用力去除伤面积A 那我们假如这一块水它的质量是A 这个是质量 那么质量它还不是力 它要乘上重力的加速度它才是力 所以事实上它是有一个向下的一个重力 叫做Mg 那这个是力 那力去除上面积就是压力 不过我们不是只有要这样而已 我们要把这个M呢 它可以用密度还有体积来表示 首先我们把密度叫做这个符号 密度叫做Rho Rho 这个念Rho Rho 然后高度 高度叫H 或者深度也可以 那我们知道说质量它其实就是 或者说密度 密度就是质量除以体积 所以这个密度它其实是质量去除以体积 那结果就是质量除以体积 它这个体积又可以写成是H乘上A 高乘上D 高乘上D 底乘上高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把质量写为 密度乘上O 底乘上高 那你再把它带回来 帶回來壓力這裏 那你就會得到 把這個質量換成rH 把質量換成rH 然後再乘上G 底下再除以A 那你就會發現A消掉了 所以這個壓力 壓力它其實就是 壓力它其實就是rH 這是水壓 那麼它的單位 它的單位我們以前常常會說這個 常常會說 這個水壓的單位是 每平方公分一公克重 每平方公分一公克重 這個是以前常用的水壓的單位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變成是 平方公尺然後幾牛頓 這個是可以換算的 平方公尺然後幾牛頓 因為在物理裡面比較習慣用的是公尺和牛頓 以前國中會比較習慣用平方公分和公克重 因為最後一般公克重 有些水壓的單位 這麼多公克重 是要在那邊去